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其实是为大家带到了酸奶界的洋芝甘露 是这样的一瓶纯真茫茫西柚风味酸奶 以及我们纯真的红西柚味的小蛮腰 以及原味小蛮腰都是会来到直播间当中 大家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购物袋 抓紧时间下单付款 与此同时今天晚上还会有非常重磅的抽奖环节 为大家抽送到的是华为Mate 40 Pro的手机一台 同样也是要再一次来跟各位预告一下 那今天晚上刚刚也是说到了 会有特殊的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带给到大家这样的一次福利 大家抓紧时间把特殊嘉宾的名字 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好不好 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直播间粉丝宝宝的热情好不好 好 看到有很多在评论区当中的粉丝宝宝 已经是刷屏起来了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纯真品牌大使 摩登兄弟刘宇宁 有请 刘宇宁 请坐 请坐 来跟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 大家好 是摩登兄弟刘宇宁 也是我们纯真的这个品牌大使 是的 那今天晚上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只要您下单愿意的产品的话 都会获得与您的这一个海报一张 当然我们在这里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今天下午的这个直播一开始 非常非常的火爆 所有的产品呢 都已经是售清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们也是持续不断的在帮大家去补库存 在这里呢 要温馨提示一下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 如果您拍到的是预售链接的话 可能这个产品需要等待15到20天 根据我们的海报一起来发货给的大家 当然如果是现货链接的话 可能是先收到我们的货品 后期再给大家配送我们的海报 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持续不断的参与起来 那其实今天宇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惊喜福利 对不对 是是是 那个关键是我们纯真准备的 我就是来跟大家热闹一下 也感谢我们纯真嘛 要放送很多的福利给的大家 首先在开门红的环节 我们先请宇宁来给大家发送一个福袋 好不好 好呀 那接下来呢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稍后我们会在直播间当中 会有一个福袋的环节 待会儿呢 我们会请宇宁倒数五个数 五个数过后 我们的福袋直接出现在直播间 右上角的位置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注意好了 并且福袋的抽奖的时间呢 是一分钟 那第一轮的这个环节当中呢 我们先为大家来抽取到十位 因为我们开门红 多送一点好不好 好呀好呀 那开门红我们先送十位 送出的这个礼品的是 纯真红西柚小蛮腰一箱 会有十位粉丝宝宝可以获奖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于您来给大家 倒数五个数上福袋好不好 好嘞 来 五四三 二 一 好福袋已经是正式的出现在 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了 那接下来呢 主持人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看一下大家 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当中啊 可以看到在左上角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福袋的一个标志 点击我们的福袋 直接来参与一个发送评论 直接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去输入一些其他的话语 不然的话是会影响到 我们的一个抽奖的环节 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把我们这个口令输入起来好不好 继续把我们的这个福袋的口令输入起来 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啊 一定要抓紧时间继续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 还有最后的二十多秒的时间了 还有最后的二十多秒的时间 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揭晓一下 究竟是哪十位粉丝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获得我们的纯真 红西又味的小蛮腰 这样的一个酸奶 结果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呢 我们也是要马上为大家来揭晓 最后的几秒钟的时间了 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给到我这一个开奖的手机 那我们也是要在活动现场呢 来现场为大家揭晓一下 究竟是哪十位幸运的粉丝朋友 可以获得我们与您今天送给大家的一个 开门红的福利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要再一次来看一下 我们的结果呢 已经是显示在我们的这边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位获得我们的福利的是 明星周边小弟啊 第二位是wow 第三位是wong 第四位是娟娟 最后一位是我们的这个紫盈 还有下面的这一个是aura 以及拉扎尔 山路有柔风 还有朵朵妈 还有碧尔 那么在这一轮当中呢 是要再一次恭喜以上念到ID的 十位粉丝朋友 在这里呢 非常非常的幸运是获得了 我们为您送出的 纯真红西又味的小蛮腰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是说您没有得到 刚刚的这个礼品的话 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接下来 我们与您会在直播间当中 跟大家聊到非常多的一些 自己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以及为大家持续不断的 去放送出我们更多的福利 那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也是要在直播间当中 来抓紧时间 跟大家来放送出我们的 接下来的一些内容 其实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大家应该会比较关心与您 今天的这一套look选得非常的黑白配 非常的简约 来跟大家说说看今天这一个服装啊 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搭配理念好不好 搭配理念就是那个 我们纯真希望我穿那个清爽一点 也没有但是我也是喜欢这种清爽的啊 是的 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很干净 干净的一个状态 让大家很看到很开心 没错 今天选择白衬衣 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酸奶也是白色 给大家一个更加纯真的感觉 就是纯真 没错没错 那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大促期间 双十一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 很想要问到你一个问题 有没有在双十一这个大促期间 去下单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双十一期间 抢到的东西好不好 大家来赶紧抄抄作业起来 哦买了好多东西啊 就是有用的嘛 然后有一些家里吃的东西 然后当然纯真是一定要买的 而且我买完之后都会送给剧组的伙伴啊 就是送给人家去去去 表示一下友好嘛 对会买好多东西 比如像买了一些电脑啊 然后一些家里用的什么什么洗衣机啊 这些东西啊 大件也买了 但是当然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还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刚刚也是听到了 我们与您也是购买了纯真的酸奶 所以说如果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想要去获得我们与您同款酸奶的话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也是可以赶紧去下单了 那刚刚与您是提到了剧组的一个拍戏的生活 对对对 其实之前在微博上有关注啊 我们的安乐传呢最近也是杀青了 对对对 杀青过后 其实大家跟我一样是非常去关注到这一个剧 以及包括您所在当中扮演的角色 能不能够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安乐传当中您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我在安乐传当中扮演陆明熙 然后呢 他也是其实在原小说上是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存在的 所以他是一个刑部尚书 首先在官职上他是一个刑部尚书 他就是为了女主 为了女主复仇可以甘心让自己在京城潜伏十年 然后忍辱负重 然后呢又深爱着女主 然后又不敢表达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还是很喜欢这样的角色 所以说这个角色其实也是融入了非常多情感方面的一些演绎 那当然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呢 也是要再一次的提前预祝我们这一部剧啊 修饰长虹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要想请问到与您 其实与您我们都知道是作为这个OST大户 年底来说会不会有一些新作品上线 我因为这个怎么说呢 OST其实真的录了很多 但是现在呢 具体上不上线真的说不准 因为哪个剧啥时候播真的谁也不敢说 就是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严谨 就是这个剧哪天播谁也不敢说 当然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 一个月有三首OST要发 就同时会播三部剧 真的是这个没法说 说不准 不是我都说不准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 还是更加严谨的一个态度 一起来期待一下在后续 它公布的一个发行的时间就好了 当然关注我的这个专辑的歌就好了 我自己歌我自己说都算 当然也是要再一次的来一起期待一下 在后续的一个发行的作品 他其实提到了我们刚刚的一个后续的一些情况 当然直播间的很多粉丝也是一直在关注于您 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去分享一下 后续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好不好 后续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下一个组吧 然后马上下一部戏开拍了 然后也挺 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 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然后拍完戏之后呢 可能在跨年再有一些活动什么的 大概就把年过了就挺好了 是的 其实我觉得在剧组的生活是可以去体会到不同的角色 那也是会有非常多的身份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体验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与您是作为多期艺人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领域都有所涉足 那在之后的话 会有哪些领域是说自己想要去尝试的呢 去尝试的 因为我通过拍戏来说 我通过拍戏来说 我喜欢上了这个 就是我觉得因为做演员嘛 台词很重要 所以喜欢上了配音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后有什么那种 原创的漫画角色需要配音演员的时候 我可以去学习 可以去尝试一下 没错 那其实提到配音演员 需要用声音去塑造角色 去体现出这个不同角色 它的一个转化 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 我们也为与您准备了一个身份的任务 那当然在与您完成了这个任务过后呢 圆满完成任务过后 会解锁直播间的福利 来给到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又有福利 是的 有没有这个信心来把这个福利 争取到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当然是没有啊 但是我会努力啊 是的 一定要努力的把我们这个福利解锁起来 那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我们的桌面上摆有了 不同的这个纯煎酸奶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茫茫西右口味 以及我们的红西右小蛮腰 还有原味小蛮腰 原味啊 其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它所对应的都有一个不同身份的开启 所以说其实我们让与您来选择一下 选择过后呢 其实在评底 我们会应有不同的身份 首先您想要来选择到的是哪一款 那当然是这款了啊 因为最近喝的就是这个嘛 最近喝的是这一款 那这一款我们简单的来跟大家说一说 最近自己喝的一个感觉好不好 就是因为我是很少吃甜食的东西 但是我唯独到了这个饭店也好 到了去吃饭也好 都会点羊汁甘露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好好好 就是莫名其妙的觉得好好喝 然后现在又有这个 我们那个纯真又出了个茫茫西右 我觉得可以满足我随时随地 想喝这种东西的一个夙愿 是的 而且我们纯真茫茫西右这一款呢 是称为酸奶界的羊汁甘露 所以说我们也是一起期待一下 选择到了我们的茫茫西右过后 对应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平底 平底 歌手 来看一下我们选择到的是歌手 可以看一下我们首先选择到的是歌手 在歌手的这个环节当中呢 稍后我们问您准备了六首 都是你的歌曲 我自己的歌 但是这六首呢 我们会通过一个后期特殊的处理 可能是倒序播放 也可能是掺杂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声音 所以说要让您来猜 如果是说您猜对了三首的话 我们就算挑战成功 解锁福利 那如果没有猜中的话 那我们会在直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 那这个惩罚是什么 我们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各位在直播间前的各位粉丝朋友呢 也是可以一起来听到这个歌曲 那当然啊 因为我们今天与您是在挑战的一个过程当中 大家先不要把正确的答案发送出来 我们要看一下与您能不能够挑战成功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要给到与您这一个反送 让与您来听一听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 为您准备到的不同的歌曲啊 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歌曲 那个没有看到观众观众说那个音话不同步 是是不知道 那个是不是你们退一下再进来就好了啊 是的 那应该退一下进来就好了 来我们看看 各位粉丝朋友也可以再一次刷新一下我们直播间啊 推出重进一下 可能会有一些网络的延迟问题 就好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等待一下这个网络的延迟啊 抓紧时间可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一些互动玩法 那待会儿呢 与您会在直播间当中啊 听到六首不同的歌曲 那也是要猜一猜 这六首不同的歌曲 分别对应的名称 是什么样的一个名称 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 第一首歌 呃 这是啥呀 这是啥呀 看来我们的难度已经是体现出来了对不对 虽然说六首歌都是与您的歌 我完全听不出来 倒放这个我觉得是我的一个霸子 因为我我是完全完全听不出来的 本来以为说六首歌都是自己的歌会很容易 是是是 但确实第一首歌我们就给到了一个难题 嗯 呃我们还是要来 做这个观众朋友能听到吗 观众朋友也是可以听到的 也是可以同度的听到的 你们你们 这样有人猜到了啊 对 所以他们猜到算吗 不算是吧 第一首歌因为太难了 我们也算好不好 后面的我们就给到与您来挑战一下 一共猜中三首歌 琉璃对不对 第一首歌琉璃回答正确 啊那第二首歌 我们要继续来看一看 能不能够让与您更好的来猜出来 这个歌名好不好 好嘞嘞 第二首正式开始 来又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看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那大家一定要来 让您也要听到这个歌曲 那大家在观看我们直播同时呢 也是一定要点击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关注按钮 因为在稍后的那小缓节 大家请教求我们直播正的粉丝 有关注我们直播正的话 才可以去领取到您的奖品 所以说每次再一次 期待各位点击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关注按钮 千里江山对不对 是不是千里江山 再给予您一点点的时间 是不是这个 是千里江山吗 第二首 确认一下你的答案 我们要来帮你揭晓一下 是否正确 千里江山 非常抱歉 回答错误 第二首 我们的歌曲是 造化 哦 恍然大悟的感觉 对不对 也悟不到 因为才能听不出来 非常非常的一个难度在这里了 是非常的难度 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歌曲啊 现在已经是播放了两首 那接下来 我们来听一听第三首歌 究竟是哪一首 好 有机会吗 我们再听您确认一下答案 看到我这个场外提示了没有 我们要再听您确认一下答案 究竟是什么呢 啊 破晓 破晓 是回答正确 对对对对啊 对 回答正确了 已经是对了两首歌了 那接下来也就是说只需要再猜对一首歌 就可以解锁我们的粉丝福利了 哦再对一个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首歌曲 来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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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应该是千里江沙了吧 因为这个 这么长的一个前奏 靠前奏的一个歌曲结构 来猜到了这首歌曲 那是不是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回答正确 那也就是说到这里呢 与您一共是 已经是答对了三道题目了 所以说呢 其实已经是解锁了一个 给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的一个福利 那这一轮当中呢 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是 全真红西游的小蛮 小蛮腰 这一个一箱酸奶给的大家 我们一共是会抽出 五位幸运的粉丝朋友 所以说呢 待会儿呢 天哪 我们也是要给到大家 这样的一个抽奖环节 那在这个抽奖之前 其实大家刚刚是听了 与您的一个歌曲 我相信听到这个加工过的 有特殊处理过的歌曲 大家跟我一样 是没有尽兴的 对不对 能不能够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我们把这个福利加码 我们请与您 轻唱三十秒的时间 来给到大家 选择一首 你觉得 能够送给我们粉丝朋友的歌曲 云霍睡觉 都是团圆的味道 可以了 谢谢谢谢 谢谢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也是希望 在过年期间 能够持续不断的循环 这首歌曲 带给大家更多的欢乐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刚刚也是为大家加码了福利了 马上为大家来带到 这一个环节的抽奖呢 为您放送出的是 纯真红细又小蛮腰 一箱 会抽出五位幸运的粉丝朋友 那接下来的时间 还是邀请与您来给我们 倒数五个数 上福袋好不好 倒数五个数 来五四三二一 好福袋已经是正式的 上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 来再一次来跟大家讲一下 福袋的话 需要大家来点击一下 我们屏幕当中 左上角的这个福袋按钮 点击一下过后 直接点击发表评论后参与啊 点击过后呢 直接点击到旁边 发送的按钮就可以了 不用您去输入一些其他的话语 不用您输入其他的话语 和标点符号 直接去输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 口令就可以了 好不好 继续把我们的口令刷屏起来 我们在这里呢 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必须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如果是说您没有关注直播间的话 非常遗憾 那如果您没有关注到直播间的话 那没有办法给您做到一个对讲的环节 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 不管进入到直播间 还是在我们抽掌环节 都要点击一下我们屏幕当中 左上角的关注按钮点起来了 好的 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纯真的新物种的这个直播间 是的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的时间 我们也是要一起期待一下 待会儿会有哪五位粉丝朋友可以中奖 那稍后呢 我们也是要来期待一下 这五位是可以获得我们纯真 红西右卫的小蛮腰啊 一箱给到大家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要在直播间当中来看一下 已经是有开讲的一个环节了 我们请与您来跟大家公布一下 好不好 第一位朋友叫做始于初见 第二位朋友叫周曼娜 第三位叫做天涯芳草 第四位朋友叫做猪尾巴 第五位朋友叫做鱼罐头 好 再一次恭喜我们的这五位粉丝朋友可以中奖啊 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点记一下我们屏幕当中 左上角的关注按钮 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这样的话就可以回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继续来参与到更多的福利环节了 那么如果是说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想持续不断的参与到 我们下一轮的环节当中的话 也是千万不要错过 不要走开了 但刚刚是清唱了一段歌曲 送给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 对 清唱完过后 我们让与您先喝一口奶 缓一缓好不好 好呀 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的麻麻西柚是平时经常喝到的 对 我们在原味小蛮腰跟红西柚小蛮腰当中 选一款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它的口感 好不好 原味其实喝的也是特别多的 包括之前上节目的时候 一直都天天喝 在喝原味的这个小蛮腰 对 喝一口过后 当时也喝真的当时是 没错 其实我们的酸奶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 也是有非常多的益处的 那喝完了我们原味小蛮腰过后 口感如何觉得 就非常的丝滑 就是你喝完就会有一种满足感 是的 而且我们原味小蛮腰 非常的清爽的一个口感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原味小蛮腰所对应到的 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了 好不好 身份的 来 没错 演员是吧 演员的一个环节 其实演员这个角色 我觉得对于刚刚与您讲到的也好 包括在今后想要去体验到的一些领域也好 应该是不过身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 为他准备到的是四张不同的题卡 四张不同的题卡当中到的是不同的四个角色 我们会让与您来抽取两次 那么抽取到过后呢 就要根据这个角色 来为大家去推荐到我们的纯真酸奶 那接下来会有四张不同的题卡 我们请与您先来抽取一下好不好 好 首先抽取到的这一张 来展示给我们的 是的 展示给我们评论区的这个粉丝朋友看一下 我们首先抽取到的这一张题卡呢 是白仇飞 大家都知道白仇飞是说英雄 谁是英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我们首先就要请与您 来根据白仇飞这个角色 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纯真酸奶 好不好 白仇飞的状态去推荐纯真酸奶 好 哎呀 喊一口气 这咋弄啊 我想想白仇飞它是怎么弄 我想想 来 那今天呢 其实就想给在座的所有好朋友带来一款 带来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东西 叫做纯真小埋腰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就购买它 如果你不喜欢 也要购买它 为什么呢 因为是我推荐给你的 所以一定要多多支持一下 是的 白仇飞啊 刚刚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纯真 远味小蛮腰这个酸奶 那待会儿呢 如果是说大家认可与您刚刚的这一段演绎 就把喜欢两个字打在我们评论区当中 看一下大家在评论区当中的一个情况啊 如果是说认可与您刚刚的一个白仇飞这个角色的演绎的话 把喜欢两个字打在评论区当中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第二个角色啊 还剩下三张提卡 还有第二个角色要等待与您来为我们开启 我们也是一起期待一下 好来 路明熙 就是我们最近杀青的安乐传当中的一个角色哈 那也是要期待一下 我们在这里算是提前剧透了一下这个角色的内容了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 就都差不多 都都也剧透不了啥 期待一下与您 路明熙他的一个演绎情况 大家好 在家路明熙 因为平时身体不好 所以会喝一些甜点 那这款叫做洋芝甘露 能代替洋芝甘露的茫茫西 我觉得也是特别棒的一个甜品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家喜不喜欢洛明熙的推荐啊 如果喜欢洛明熙的推荐的话 来赶紧在评论区当中输入喜欢两个字 我们如果是说看到满屏都在飘喜欢两个字的话 我们就算与您这一个环节解锁成功好不好 是不是可以去发福利是不是 是的 解锁成功过后就可以把福利带给到大家了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真的是满屏都在飘喜欢两个字啊 对不对 还有粉丝在说 喜欢 你说的都喜欢 也是非常的宠粉了 对不对 那这个环节当中啊 与您也是成功的为大家开启了我们的福利 这一轮我们要给大家放送的一个福利呢 非常非常的重磅 要送出的是与您亲笔的签名照一份 我们会送出两位幸运的粉丝朋友啊 为大家来展示一下 这个环节当中啊 我们要送出的是与您的签名照给的大家 不值钱不值钱 不值钱 当然我觉得 礼清情义重 带给到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厉害 重磅的一个福利给的大家 那这一轮当中我们会抽出两位幸运的粉丝朋友 为大家来送出的是与您的亲笔签名的照片 那也是要再一次来提醒一下大家 稍后呢 我们会通过福带的环节来为大家去发送奖品 所以说呢 大家也是要记得我们福带的时间是一分钟 一定要记得在一分钟的时间当中 赶紧的把我们的一个口令输送起来 这样的话 获得我们参与资格 就可以来等待我们奖品的开奖了 好 同样我们在这里呢 也是要有请与您来为我们 倒数五个数 又来了 又送福利了 来 五四三二一 好 上福带正式来看一下 我们的福带已经是上到我们屏幕当中 左上角的位置了 也是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 抓紧时间啊 左上角的福带赶紧赶紧领取起来 一定要记得 千万不要去输入一些其他的话语 直接输入到我们这个福带当中 自动为你打好的口令就可以了 我们也是要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可能有好多的这个粉丝朋友 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啊 不太了解到我们这一个新的玩法 我们也是再来跟您讲一下 左上角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福带 直接点击过后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福带的按钮了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点击我们的福带 就可以直接的赶紧参与起来 那这个环节当中呢 为大家送出到的是 与您的亲笔签名照一份 我觉得对于很多喜爱与您的粉丝来说 这份礼物真的是非常弥足珍贵的 一个礼物给到大家了 没有我们纯真珍贵啊 当然就是签名照啊 希望大家喜欢吧 是的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观看我们直播同时 点击一下我们屏幕当中 右下角的购物袋 赶紧去下单付款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您下单付款任意的产品 都可以为大家做到的是 赠送与您的海报一张 当然我们也是要再一次 温馨提示一下大家 可能有一些宝宝拍到的是 一个预售链接 这个产品呢 可能要等待一下 我们后续的一个捕获时间 那所有的产品以及海报 都会在15到20天之内 来为大家统一的去发货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要看一下 还有最后的 已经开讲了 对不对 来跟大家公布一下 我们这一轮 中奖的一个名单 来看一下 我们也是请与您 来跟大家公布一下 好不好 一位朋友叫做柚子茶 然后另一位朋友 叫做谢韩威 好 恭喜我们这位朋友 叫做柚子茶 以及第二位谢韩威 恭喜这两位粉丝宝宝 在这一轮当中 是非常幸运 后台系统 是非常公平 公开公正的 来抽取到了您的ID 那在这里呢 也是要再一次 恭喜您获得了 与您的亲笔签名的照片 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赶紧关注一下 我们左上角的 关注按钮 如果您没有关注 这一个我们直播间的话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 您的一个对讲环节 那在这里呢 我们刚刚的这一几轮的奖品 都已经是送出了 对 当然接下来 没有中奖的粉丝宝宝 千万不要担心 不要着急 接下来与您会持续 不断地在直播间当中 挑战我们更多的一些玩法 好 解锁我们更多的福利 来放送给到大家 所以说进入到 我们直播间当中的 剩下来 我们还有红西优味的小蛮腰 我们首先请与您品尝一下 红西优味的小蛮腰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 好不好 好 打开我们的盖子过后 看一下我们与您今天品尝 红西优味小蛮腰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嗯 就是这个 这个 柚子的味道非常浓郁 而且它的这个 就是不是特别甜 我觉得就是甜度 特别适重 特别好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酸甜 正好是一个很适中的位置 对不对 我们也是要来期待一下 红西优味小蛮腰 它所对应到的一个身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还有身份 我这么多身份 真的是 今天身份 在身份就来了 厨师 厨师 您平时会有做饭的习惯吗 当然有 当然有 在剧组的时候 会不会自己也去DIY一些 比如说水果捞啊 之类的这样的一些 比较健康的美食呢 那个 哎 简单的我就不稀 就是不稀的做了 对不对 对对对 不稀做 然后那个可能做一些就是 因为在剧组可能要随时要保持一点身材吧 就稍微 因为每天面对镜头嘛 它和日常可能还不一样 所以每天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那只能做一些就是那种减肥餐 比如做一些 沙拉呀 对不对 沙拉呀 沙拉也比较简单 就做一些那个蔬菜那种锅 就吃起来很满足 但都是蔬菜的那种 豆腐啊 那个那个口膜啊 什么心肢膜啊 就是各种蔬菜放在一块去做 是的 我们也是在这个剧组的过程当中啊 也是要保持身材 那也是建议您之后 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用我们纯真酸奶去做一些我们的这个 沙拉呀 水果捞啊 也是可以分享给我们剧组其他的一些小伙伴 对不对 对 这个东西做 我之前尝试过做 就是他把它冻到特别凉之后 然后往里面加好多干果 然后放点那个 奥利奥的饼干碎什么的 就特别好喝 可以去DIY 都满美 那些隐藏的菜单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揭晓到这一个身份的是厨师 那厨师这个环节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一个环节的一个游戏的玩法 好不好 不知道与您在生活当中 对于emoji表情熟不熟悉 emoji熟悉啊 每天都 在发送 在发送的这个emoji的表情 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准备了 一共是有12张不同的卡片 每一张提卡上 我们其实对应到的是 比如说是一道菜肴 简单提示一下 可能有一些我们东北的菜肴 还有一些可能是一些成语 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无里头的成语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直播间当中 展示给到与您这张提卡 让与您来猜一猜 能不能够去答对 如果是说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答对了八个题目 我们就算是挑战成功 可以去解锁我们不同的这个福利 来放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粉丝宝宝 那如果是说没有答对八个题目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 还有一个惩罚 来 那这个惩罚呢 我们先卖一个棺子 稍后来跟大家一一的揭晓 好 那首先我们来展示一下的是 我们的第一张提卡 来看一下 首先给我们镜头看一下 我们第一张提卡 第一张提卡呢 是四个不同的emoji的表情 来请与您 请作答 这个比较简单了 就叫梨花带雨吗 梨花带雨回答正确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下一张 首先展示给我们屏幕的粉丝朋友看一下 来下一张 第二题开始 笑上 笑 洗上眉烧吗 回答正确 非常厉害 也是把我们的谐音梗 运用到了极致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下一张 这张 鸡飞蛋打 非常简单 三道题目是 接连回答正确 我们也是要一起期待一下 看一下接下来的这张题目 这个上下一心 上下一心回答正确 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完美的回答正确 这张感觉有点难度了 猪肉 炖 心 猪肉炖猪心 猪肉炖猪心 猪肉炖 这后面是条 粉条 这是粉条 粉色的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也算是吗 是猪肉炖粉条 回答正确 还是我们这个东北菜 来看一下我们下一张 下一张感觉会比较的难一点点 给到宇宁一些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全打脚踢 不是 对 对 全省奶 瓶 奶果 苹果 就是一框 是一框 是一框 苹果吗 我们 要不要场外求助一下我们的粉丝朋友 这是啥 能猜到吗 粉丝朋友看一下 给到一个课写看一下 有请我们的粉丝朋友来猜一猜 能不能够去帮宇宁回答对这一个题目 有朋友提我答出来 叫做拔丝苹果 回答正确 为什么是拔呢 你想想你拔的时候 来我们模拟一下这个动作 拔是吧 对就是这个动作 也是无厘头 拔丝苹果 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答案 也是回答正确 我们场外求助我们的粉丝朋友 一起来解锁了我们正确的答案 那接下来的这一张 我们一起看一下 茫茫稀柚 来茫茫稀柚 回答正确 两个芒果 然后一个柚子 没错没错也需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茫茫稀柚呢 也是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 可以去get我们与您同款 点击一下我们下方的 这个购物袋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下单的话还可以获得与您的海报一张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张图片 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 回答正确 接下来这张比较简单了啊 比较简单 划好月圆 划好月圆回答正确 炖炸炸炸爆 炖爆肉 锅包肉哇还有锅包肉啊 锅包肉啊 回答正确 平时爱吃锅包肉吗 对对对对 我特别喜欢吃 是的回答正确过后 我们看看语你能不能够全部 把我们这一个题目回答正确啊 嗯 嗯啊归心似箭归心似箭回答正确 众虎童心 哈哈哈哈 因为前两天我就参加那个节目 然后拿了一个横幅就叫做众虎童心 我在在想众虎童心 就可能哎 这四只老虎是不是就是那个意思 我终于明白了 是这意思吗 确定吗 众虎童心 确定这个答案对不对 是的 是的 回答错误 这张图片的答案是 四世同堂 哈哈哈哈 四世同堂是不同的这个啊 这个是呃 这是什么 那这正确答案是什么 这是答案是 你看它都是老虎的脑袋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答案是虎头虎脑 哦 是完全没有想到对不对 也是可以的对对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啊 车水马龙 车水马龙 回答正确 羊之 糖水 羊之糖滴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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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 树 甜 水 棉树 甜 水都出来了 我们给到大家 这个最后的五秒钟时间 让与您考虑一下好不好 这个提提提提提提提醒我一下朋友们 嗯 来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场外求助的一个粉丝朋友啊 求助粉丝朋友的话 哦 羊之甘露嘛 对啊 露水 哇 没错 也是与您自己也是非常爱喝的羊之甘露 对不对 也是要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是说跟与您一样非常喜欢喝羊之甘露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 不要错过 我们的茫茫西柚这样的一罐风味的酸奶狼 那其实刚刚的这个环节当中 应该是有两个提卡 稍稍的有一些失误 对不对 是的 我们这边也是要再次来 征求一下我们粉丝宝宝的意见 嗯 那这个两个失误的话 要不要让与您来念一小段绕口令给大家呢 可以啊 我们看一下 直接是说可以了 对不对 当然当然当然 那绕口令的话 我们在这边帮您准备到的是 三个不同的绕口令啊 会有比较长的 也会有比较短的 当然我们的难度也是不太一样 我们盲选好不好 还是说 盲选盲选盲选 盲选啊 让您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推荐到的是 哪一张提卡啊 选到第一张了啊 哎 几期待 就第一张 哇 这么长 我们要不要展示给我们的评论区看一下啊 这个故事是讲述一个 牛奶奶买牛奶的一个故事 听起来就非常难 对不对 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牛奶奶买牛奶 哎 他不买酸菜 就是来 哦 试试啊 好 绕口令 牛奶奶和牛 啊 不是啊 牛奶 牛奶奶和牛奶奶 啊 一个姓牛的奶奶和一个姓刘的奶奶 没错 哎呦 天呐 这谁讲的 这是 来 321 刘奶奶找牛奶奶买牛奶 牛奶奶给刘奶奶拿牛奶 刘奶奶说 牛奶奶的牛奶 不如刘奶奶的牛奶 牛奶奶说刘奶奶的牛奶会流奶 牛奶奶听了大骂牛奶奶你的菜会流奶 牛奶奶和牛奶奶泼牛奶下坏了牛奶奶 大骂再也不买牛奶奶和牛奶奶的牛奶 哎呦 我的天呐 掌声在哪里 对不对 太清晰了 但是还是这么回事 非常非常流畅地完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绕口令 那其实我觉得 刚刚是解锁了很多的身份 刚刚绕口令这个一出来 我感觉与您下一次可以去尝试一下主持人的这个身份 那当然上这不了 估计也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对不对 像这种还好一点 还好 其实我我的bug是在于平翘蛇 平翘蛇会有一些难度 那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两张 有平翘蛇的吗 挑战一下 我们再抽一张好不好 可以当然 能够抽取到哪一张 我们就看与您的一个手izi 看原分 岸鹏刚刚刚那个一样 算了吧 这是 不太懂 看一下我们专论区 的朋友啊 特写是能看到的吗 来给到我们的这个 我不知道 教口令特写啊 来看一下 这张呢 是会比较的长一点点啊 是 这个 怎么说呢 我们也需要期待一下 韩哥的一个表演 我们试一试吧 他所有的 这个罗克林 所有都是一个字 都是一个发音 然后他只是有音调 一声二声 三声四声的 你们其实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待我念的都对 好像在骑马的感觉 反应我就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这个片场当中 正好在拍骑马的戏 在驾驭那个马皮 这个卡片我保留 有机会我分享给你们 真的是 再练习一下 邀请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 也是可以一起来打卡一下 看看您能不能够驾驭到 我们这一张绕口令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算我们的宁哥 挑战成功 成功的去解锁了 我们的福利 那这一轮当中呢 其实我们为大家准备到的福利 也是我觉得大家会非常喜欢的 这一张我们准备到的是 亲笔签名的拍立德 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会送出两位幸运的粉丝朋友 所以说呢 我们接下来呢 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先要请我们的宁哥 我们现场来拍立德 拍一张自拍 来给到我们的两位粉丝宝宝 好不好 来给到我们的宁哥 拍立德 是不是 但是在这个拍立德之前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朋友们 就是能不能给我吸吸油 能不能 因为我的脸太油了 我在那个屏幕里 受不了了 我已经 你们在看我直播也不提醒我 你宁哥脸上有油 真的是受不了 你们是 是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主持人在这里来 问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直播间 怎么来参与到我们的一个活动 好不好 也是要再一次来提醒一下 我们直播间所有的粉丝宝宝 抓紧时间可以进入到我们直播的 直播的画面当中可以看一下 我们直播间的这一个左上角呢 会有纯真心物种 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直播间的名称 旁边会有一个关注的按钮 如果是说您没有去点击关注按钮的话 那稍后可能有一些对讲环节 您没有办法去参与到这一个奖品的对讲 那如果是说您已经点击了关注过后呢 紫瑞在这边来跟你讲一下 下方会有一个购物袋 在我们右下方会有一个购物袋 可以直接点击一下 您就可以看到会有非常多的产品 在这边会有非常多的产品来给到大家 可以抓紧时间来参与到下单付款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只要是说您下单付款的话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个抽奖的环节 待会儿呢 其实在我们的19点50分 我们会有一个结单 结单过后要抽送到的 就是我们的华为Mate40 Pro的手机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所有的粉丝宝宝 抓紧时间 锁定一下我们直播间 右下方的购物袋 赶紧去下单付款 现在距离我们的7点50分 还有最后的5分钟时间 那我们的您哥已经是做好准备了 对不对 派里德来了 是不是没开机对不对 就是怎么开机这个东西 来我们跟您哥说一下 神奇的啊神奇 我们直接点击这边的这个按钮 好就可以直接啊 厉害厉害厉害 期待一下您哥的这张自拍啊 按碎了 他也没没没没有反应啊 我们再试一次吧 我先将给你试一道 好 不行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高科技人员 你看不是我的问题 来没事调试一下调试一下 赶快求助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赶紧帮我们给到下一张这个 原因就是那个没电了 对不对 来 这一款就电 这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几个拍几个 拍两张 这一轮当中 我们是要送出两位幸运的粉丝朋友 送出这个签名照啊 签名的派里德 好 好 在等待派里德成像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请 您哥来帮大家这个签好 嗯 签哪个 签这种 是的 其实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 准备的一个福利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说呢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继续参与起来 好 完成了我们这个奖品的制作啊 现场制作的一个奖品给到大家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要请您哥 倒数五个数 来帮大家上福袋 福袋的时间是一分钟的时间 赶紧参与起来 我们福袋的一分钟时间 只要你参与起来福袋的一个口令刷屏 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奖池当中啊 来当我们这个抽奖环节了 抓紧时间啊 我们有请您哥来帮大家上福袋 五四三二一 上福袋 好 福袋是正式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啊 左上角的地方 大家赶紧来点击一下福袋 赶紧来点击一下我们的福袋啊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不可以请您哥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刚刚拍的这两张自拍啊 可以啊 当然当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啊 这两张我觉得都是跟我们纯真酸奶来进行到合拍 确实也是体现出了我们与您颜值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是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 很多宝宝说能不能够去多拍几张 没有问题 接下来的奖品是一轮更比一轮重磅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也需要在这里呢 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 距离我们的19点50分结单 还有最后的两分钟 再次提醒大家 结单呢 是参与到我们Mate 40 Pro这一个奖品的抽取 大家一定要记得 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19点50分结单之前 通过我们直播间右下角的购物袋 下单付款过后呢 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 华为Mate 40 Pro手机的一个抽奖环节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还有最后的十秒钟的时间 要来等待一下 负贷的一个开奖结果 也是很期待看一下 哪两位幸运的粉丝 能够去拿到刚刚新鲜出炉的 这一个拍立得签名照 好不好 是的 好我们在这里呢 已经是开奖了 有请工作人员给到我手机 来有请您哥来跟大家公布一下 这一个朋友叫做十分喜欢您 另一个朋友叫做西红日花 南陵西红日花 好恭喜这两位粉丝朋友啊 恭喜这两位粉丝朋友在这里呢 获得了我们您哥 为您带到的拍立得签名照 那在这里呢 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走开啊 因为待会儿的直播间当中 会有很多重磅的礼品来抽送给到大家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 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说啊 这个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 一分钟时间过后呢 我们就会结单了 7点50分正式结单 结单过后 如果您再下单的话 可能您抽中奖品了过后 也没有办法问您送到Mate 40 Pro这台手机了 那其实接下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刚刚是提到了 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身份 包括演员 歌手 还有这个 刚刚提到的这个厨师不同的身份 是的 其实不知道您哥最近 有没有在关注一些这个时下的热点 有一个游戏 非常的 在我们的这个热点之上 经常上热门的一个游戏 就是我们鱿鱼游戏当中的碰堂 那这个碰堂的游戏呢 相信大家都是不陌生了 那接下来呢 就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来给到我道具啊 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 为您准备了不同的这个图案 不同的图案来给到您哥 其中会有很多图案 包括你看 其实会有这个雨伞的图案 你们买的这个是真好 因为我在网上买了好多 因为当时我在拍了转的时候 就买了好多 我跟剧组演员一起玩 是吗 结果买的什么破玩 来的全都碎了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会有四个不同的图案 那待会儿呢 我们要请您哥来选择三个图案 要第一的完成 好 那大家其实可以 我们可以给镜头看一下 可以给镜头看一下 就是一三角 一个圈儿 然后一雨伞 还有一个心 那这个爱心的图案呢 也是和我们今天纯真的logo 也是非常非常的呼应的 是的 所以说待会儿 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是要期待一下 看您哥会选择 哪三个不同的图案 好不好 好呀好呀 首先我们要来尝试一下的是哪个图案 抠三个是吧 是的 我们要在一百二十秒的时间当中 完成三个图案的抠取 就算是一百二十秒 也就是两分钟的时间 要完成三个图案 平均说四十秒钟就要完成一个 不知道你之前的一个战果如何 战果就是没抠成功啊 一个都没成功啊 对不对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我相信啊 你看现在我们有十三万的粉丝宝宝 都是在观看我们的直播 相信有我们十三万的粉丝宝宝 来给你加油助力 我们今天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抠糖化的挑战 好不好 这个太难了 这个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帮您哥啊 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一个特写画面 来我们倒计时是吗 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好准备 倒计时一百二十秒正式开始 哇 这么简单吗 哎 好了 我不用牺牲了 第一个已经是完成了对吧 还有一丢丢 还有一丢丢 那一定要注意了 最后 哇 oh my god 第一个 好顺利 第一个已经只用了十多秒钟的时间 对不对 这个简单 继续把我们的 三角形式简单 接下来还有圆形 心形以及雨伞 选择哪个 我当然挑两个男的了 对不对 第二个选择到的是心形 心形的这个图案 也和我们今天纯真的logo图案 有所呼应啊 也是要看一看 能不能够完成我们今天的一个碰糖挑战 哎 非常非常的快速哦 我们要直接上手了 不用针来扎了 直接上手看看 还是得扎一下吧 跟后面扎一下 让它有个纹理 一定要记得啊 千万不要把它破坏掉了 是不是 好多的粉丝在评论区当中说要星星啊 好 差不多 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哎 感觉您哥是不是有在家里偷偷的排练过啊 简直就是完美 对不对 少年来今天这个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时间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哪一个图案 当然是雨伞嘛对不对 选雨伞了啊 来看一下雨伞 嗯 雨伞这个这个是真难啊 还得先探 探探探路 雨伞的这个图案呢确实会比较的难一点点 因为它的这个 呃在我们直播间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镜头当中 雨伞的这个弯弯绕绕会比较的多一点啊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倒数一下 十 这么匆忙啊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最后一个雨伞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雨伞呢 支离破碎 那我们今天的挑战 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 前两个完成的非常快 那这一轮当中呢 虽然是挑战失败了 但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惩罚过后 如果完成这个惩罚 依旧是可以开启给我们粉丝的一个福利环节的 那我们这个惩罚 就要来给到 一个一个特写了 因为我们这个惩罚是 搞怪五连拍的一个效果 嗯 相信这个我觉得 也是难不倒雨 当然当然当然 我就是 本来就长得很奇怪 所以对于我来说 不是什么难事儿 给我来个纸老师 好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给到一个纸巾啊 嗯 那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呢 接下来我们也是要期待一下啊 谢谢 您哥在直播间当中 为我们带到的这一个搞怪五连拍 好马上啊 那在这个环节呢 也是要再一次来提醒一下 我们直播间所有的粉丝宝宝 抓紧时间啊 继续关注我们直播间 稍后为您带到还会有抽奖的环节 最高的话是直接为您抽送到的 华为Mate 40 Pro的这台手机 一定要记得是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19点50分结单之前 有在我们直播间右下角的购物袋当中 下单付款就可以参与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您哥啊 好 来哦 五个是吧 第一个啊 哇 这个第一个真的是 玩大了 直接是 第一个啊 完成 第二个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真的您哥这个演绎的非常非常的搞怪 第三个我们期待一下 来个那个 耐克嘴 哇 邪魅一笑 我觉得 很多的这个小迷妹们可能看到这个照片 不觉得是搞怪了 还有什么 第四个我们期待一下 再来一个 呃 刚才想什么 那个那个 哪个耐克嘴巴了 还有这个 那个就是狗头 那个 哎 表情包啊 是立刻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还有最后一个搞怪表情 其他一下 来个眼睛的吧 曾顺兮 哎 哎 大眼仔啊 给到大家叫 我一直要客人干嘛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也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搞怪五连拍 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呢 我们也是要来揭秘我们这一轮解锁的一个福利 那这一轮解锁的一个福利呢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轮为大家送出的是 拍力的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要把这个祝福给到我们的粉丝朋友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请您哥来帮我们上一个福带 抽取到两位幸运的粉丝宝宝好不好 来先把时间交给您哥来帮我们上一个福带 看一下是哪两位幸运的宝宝 可以获得我们的图签 刚才不是拍力的图签是吧 是的 我们这一轮是拍力的图签给的大家 好 来 五四三二一 上福带 好 正式把福带上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左上角的福带 在一分钟过后立刻为大家开讲 那这一轮我们要为您送出的是拍力的图签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您哥来帮我们 制作两张现成的这个礼品拍力的啊 也是再一次把时间交给我们再来两个是吧 是的 那这一次要选择和我们的哪一款 我们的合拍 都来一圈呗 对吧 一会三圈 没电了 是不是 你看你就是这么巧 来 来 现在已经是打开的一个状态了 好 现在好了 刚才是这个没有 好 好 第一张已经是顺利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在等待成像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第二张拍力的的这个照片 同时起 我们也在这里呢 也是要期待一下 这两张拍力的 我们要是签给哪两位粉丝宝宝呢 也是要再一次的来期待一下 哦 这是兔签对吧 是的 这次是兔签啊 这次是兔签啊 明白了 我们来开讲 看一下这一轮 我们请您哥来跟大家公布一下 一位朋友叫做一只兔子 猎一个来一个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指 咱们也是emoji这个猜这个成语是吗 没错 那待会可能也是要考验一下 云宁他的一个 我给你画一个 画的一个功底了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等待一下 云宁啊 直接是签送一下 我们这两位粉丝朋友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要再一次来提醒一下 我们所有的粉丝宝宝啊 这一轮当中 我们恭喜这位叫做啊 手指的一个粉丝宝宝 还有一只兔子 恭喜这两位 在我们这一轮当中 也是成功的被我们抽取到了 为您送上的是 云宁的突牵拍力得 那如果是说您进入到直播间过后 非常关注一个领奖的环节的话 在这里呢 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左上角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其次呢 通过我们直播间旁边的关注按钮 赶紧来点击一下 我们的关注啊 这样的话才不会影响到 您后续的一个领奖环节 已经是全部签送好了 对不对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展示给我们的镜头看一下 好不好 好这两 哇画得非常好 我觉得以后画家的这个身份 要不要也去解锁一下 这个不敢去涉猎 好再一次 恭喜我们的这两位粉丝朋友 在这一轮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稍后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会来联系到您啊 所以说也是希望您一定要记得 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如果您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的话 那么可能是没有办法去联系到您的啊 一定要记得左上角赶紧来点一下 我们的关注按钮 那其实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我们是完成了非常多的一个身份的挑战 我相信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同时 非常多镜头前的粉丝朋友 在这里呢也是有很多话 想对我们的宁哥 想对于您来说的对不对 好呀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我们镜头前的粉丝宝宝们 抓紧时间把您想对宁哥说的一些话 写在评论区当中 稍后我在这边呢会进行截图 随机的选择两位粉丝朋友 想对于您说的话 来信场读给宁您听一下 好好好呀 所以说大家待会儿这个环节当中呢 也是可以畅所欲言 在评论区当中输入您想对宁您说的一些话语 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当中通过截图的方式 来直接抽送两位粉丝朋友 直接把您的心意表达给宁您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再一次来提醒一下 我们稍后还会有一个重磅的抽奖环节 直接抽送到的是华为Mate40 Pro的手机 来给到大家 所以说希望大家持续不断地 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那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 都是在刷屏的一个状态啊 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抓住这一次机会 我们马上要带到的这个环节 非常的充满温情的一个环节 来抽送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 也是一个福利吧对不对 直接是面对面的来跟与您对话的一个 也算吧因为我们经常也 经常我还会跟粉丝他们去聊天的 好继续把我们的这个内容输入起来 我们在这边待会儿会请与您 来倒数五个数的时间 我在这边直接来截屏 来做好准备了吗 好来 五四三二一 截屏啊截屏过后啊这个直接打开看一下 打开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看一下 比如说啊我们来读一下第一位粉丝的这个留言 比如说这个L啊这位粉丝朋友他的昵称叫做L 他说老大好好休息 非常的体贴 就看错我今天有点憔悴是不是 就是也休息挺好 就是其实今天不是憔悴是睡多了 今天是因为啊就睡太好了 导致有点这个 肿啊 谢谢你的关心 但我会注意的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位粉丝朋友的留言啊 他说这个 还有一位粉丝朋友叫做G啊 他这个也是一个单独的英文字母 他说我想要个刘雨宁 你想要个刘雨宁 你可以啊赶紧找个这个 我不知道你男孩女孩啊 赶紧找个老公结婚 然后以后孩子就叫刘雨宁就有了嘛 对吧 多么的完美 对不对 以后孩子取名叫刘雨宁 如果你叫李叫李刘雨宁 好不好 妥了 还有一个四个字的名字 对不对 绝了 跟毛毛西肉是一个感觉 没错没错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 刚刚也是有两位幸运的粉丝朋友 被我们抽中了 来放送了您的一些内心话语来给到雨宁 那接下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也是要为各位来揭晓到的 就是我们的华为Mate 40 Pro这款手机了 那这款手机我们再跟大家来讲一下 这款手机的一个抽奖的条件呢 首先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有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其次呢 有在晚间的19点50分结单之前 通过直播间右下角的购物带 下单付款就可以参与起来了 我们在后续呢 也是会核实您的一个下单付款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 依旧是要请您哥在直播间当中 来为我们去上服带 上服带是不是 没错 要不我先替粉丝存的 到时候我再发给他们行不行 想直接先把它带回家了 是的 我替你们存的要不要 粉丝朋友们 可不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当中 当然是不可以的 当然不可以开玩笑 来上服带我们 来5 4 3 2 1 上服带 谁有这个幸运 已经是上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了 也是要期待一下 看看谁有这样的一个 非常非常幸运之神眷顾它 可以获得我们的华为 Mate 40 Pro的这一台手机来给到大家 那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 会有这一个开奖的环节 其实我也是很期待 说这一分钟过后 我们要在直播间当中 为大家送出的是 哪一位幸运的粉丝宝宝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要再一次 请与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时在生活当中 跟纯真的一些小的故事 好不好 在生活当中 或者是说在我们剧组的 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和纯真酸奶 结缘的一些小小的故事呢 小小的故事就是还是真的 因为我如果 因为我是作为我们纯真的 一个品牌大使嘛 那就要担起这个品牌大使的 一个责任 对不对 就包括很多 我们剧组有很多其他的演员 他们也特别的优秀 他们也有自己的合作品牌 那当这个 他们有合作品牌 给我送东西的时候 那我就觉得 我纯真这个东西 拿出来送给他们 就是有牌面 我也是觉得可以 所以就都 我们就都会互相送给一些 剧组同组演员啊 包括他 那个还有很多 包括摄像老师啊 灯光老师 他们现场特别累的时候 我就会给他们发一些这个 哇好贴心啊 对不对 给他们分享好喝的东西 是的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呢 如果是说您下单付款的话 下单我们的忙忙稀佑的话 是会赠送给大家这个海报的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好不好 不要担心啊 那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是有一位粉丝朋友 获得了我们的华为 Mate40 Pro的手机 我们请您哥来跟大家揭晓一下 这个朋友叫做 这叫卢锦 还是 卢锦啊 感觉手头有点打结了 好恭喜这位叫做啊 这个卢锦的这位粉丝宝宝 在这里呢 再一次恭喜 如果是说您今天 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如果已经有在19点50分之前 下单付款的话 那么恭喜您获得到的就是 华为Mate40 Pro的手机 那所有的粉丝宝宝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任意的产品 我们都会赠送给他们 与您的海报一张 那当然刚刚还有很多的粉丝朋友 是获得了我们为您送出的 一个重磅的福利奖品 一定要记得赶紧点击一下 我们屏幕当中 左上角的关注按钮 这样的话才不会影响到 您的奖品的发放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呢 也是非常感谢与您 也是放送给了大家 非常多的福利 带给大家很有趣的一个互动挑战 解锁了很多的福利 给到大家 那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还有机会可以去赶紧下单付款 如果是说想要去 get到我们与您同款的 茫茫稀佑的话 其实今天也是要抓住 这一次机会了 我们最后请与您来跟大家 安利一下我们最爱的茫茫稀佑 好不好 安利一下是吧 没错 没错 这个其实真的 因为我还很少会喝一些 就是能够 就是特别甜的东西 但是这种 这个茫茫稀佑 是我最近一直在喝的 而且里面的口感也特别的 就是喝完就会有 非常多的满足感 然后你就会觉得 如果心情不好 我喝一个这个 就会瞬间的变得很开心 就也分享给大家 如果喜欢这个茫茫稀佑 这款口味的 可以去多多支持一下 没错 再次来提醒一下 我们直播间 所有的粉丝朋友 茫茫稀佑这款 也是争选多肉象牙芒 以及红宝石稀佑 酸奶界的羊枝甘露 也是可以get到 我们的与您同款 那今天直播进行到这里 也是要再一次 感谢与您的陪伴 也是要再一次感谢 我们直播间 所有粉丝宝宝 对于与您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可以 继续支持与您 继续支持我们纯真酸奶 直播进行到这里 我们也是要暂时 跟大家告一段落了 我们也是要再一次 跟所有直播间的粉丝宝宝们 一起say bye 好不好 好 那辛苦各位 辛苦各位的陪伴 然后也辛苦大家支持 我们下回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 辛苦主持人 辛苦辛苦 我们下回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